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我Cliff出去和大家说《非常策略》 今天是2022年7月20日 恒生指数上个星期下试了我所说的支持位 20,400到20,600左右 之后就开始转强 见到这个星期已经再次站在21000点附近 上星期有没有买货 外围因素依然处处阴霾 美国的持续紧缩 欧洲有能源泪基 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亦急剧转差 以上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一样 就是资金大量流出到美元体系 正在填补在这几年量化宽松产生的黑档 正如我年初也一直在说 中国其实一开始 在好造已经在做准备功夫 年初到现在一直放水 这一场资金流出 对于香港 以至中国的影响 未必有其他市场那么大 所以我才会和大家说 下半年的市况可能会淡静 但未必会很差 因为封眼是欧洲 当然 中国的一己之力就没可能和全世界的资金流对抗 所以为什么一直都是说买入的股票 看国策扶持 因为国策扶持的公司 就是中国政府资金重点投入的地方 而且受到外围风险的影响也会相对较小 之前曾经推介过的836华润电力 在7月初其实都试过17元的高位 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回落 去回15.6附近 预计支持位15元左右 有机会穿一穿也不奇怪 又可以考虑买入 由于煤价高企 预计今年火电业务依然是亏损的 而新能源业务就会继续是一个增长引擎进行补贴 看回这个星期初 华能角电其实都出了刑警 但是亏损同比收窄 如果同一个情况 应用在华润电力上 我相信润电 未来火电的业务依然亏损 但是比上年同期收窄 而新能源业务的增长 一路都比较快 所以今年的业务 也会有增长 短期内有机会再出刑警 不奇怪 但可能就是一个买入的良机 另外最近有不少人都说 其实看来看周期股 怕不怕 现在周期股里面其实我暂时只会看好煤炭 原因是普遍的周期股 其实无论是航运也好 石油 有色金属 其实全部的价格已经开始走下坡 唯一是煤炭股 因为成为天然气的替代品 而依然高企 而且在过去十年 大家都在说 炭中和 令到煤矿的产出 每放月下 到现在 开始需要找替代的时候 才发觉供不迎购 所以在这么多周期股之中 我暂时都只是看好煤炭股 有人问过 你推介 来来去去都是那些 不是新能源车 清洁能源 煤炭 内房 有没有其他选择 常常都要等等等 很闷 老实说 我和客人都是说同一句话 你喜欢 闷着赢 还是刺激赢 各下自理 虽然 以我所知 大多数人都喜欢是刺激赢 输的 而且现在很多平台都是面拥炒 输也输少一点 不过我的客户 今时今日 都是满着赢多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徐定安 为证监会 持牌人士 直至 本评论发表日子 本人及有联系者 并无持有 提及之证券 的所有 相关 财务权益 当人之为 证刺激赢 我肯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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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 似乎 我想